深不见底的海沟 像恐怖巨兽张开的巨口 密密麻麻的黑点 如同蠕动的蛆虫 小丑诡异的笑脸 带着对纤细的渴望 这些恐惧你都经历过吗 这个世界的一些人 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恐惧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有哪些人毛骨悚然的恐惧症 首先就是社交恐惧症 真正的社恐可不是短视频里 那些社交牛逼人 真正的社恐被称为 社交焦虑障碍 对所有的社交行为都极度排斥 仿佛在他们眼里 每个路过的人都像 药材里的帐母娘眼 但是看一下就会紧张到汗流浃背 更别说焦流了 他们通常会脑补各种射死的画面 甚至会紧张到昏卷 常所恐惧症 顾名思义就是对特定的场所 有恐惧的感觉 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恐惧症了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对不同的场所产生恐惧 对于社畜而言 最可怕的应该就是 996加班的公司吧 在特定的环境下 他们会感觉被空气按住了喉咙 无法呼吸 心脏似乎被人攥着 浑身上下 没有一处觉得舒服 下意识就要逃离这样的场所 只要在封闭的环境中 就会产生极度的恐慌 只要进入一些特殊的环境中 比如拥挤的公共场所 空旷的广场 电梯等等 他们总是害怕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 害怕电梯突然坠落 或者无边的黑暗直接吞噬一切 世界末日的场景在脑海里不断上演 没有一处是安全的 甚至出现幻觉 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跳出爆炼虫 燥 灯 理 灯 灯